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共或中国大陆 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会用这个词称为他们苏联 对不起 苏联 苏俄或者朝鲜 一般我就指北韩 我就用朝鲜 如果是韩国 我就不说南韩 我就说韩国 台湾 中华民国 好 今天的一个主题是 第一个是我想 希望大家重新来考虑一下 这个韩战 能够把它理解成两场战争 第一场是关于领土的 第二场是关于战俘的 怎么讲 待会儿我开始 然后为什么 韩战在美国成为一个 被遗忘的战争 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因为一二三自由日 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台湾 在美国被遗忘呢 然后会讲一下 台湾和韩战的关系 和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渊源 然后会非常快地 因为时间很短 会非常快地讲一下 这个韩战的过程 第一年是关于领土的战争 第二年第三年 主要是关于战俘的战争 最后我想讲一下一个主题 朝鲜战争是一个被劫持的战争 好 待会儿我会仔细地讲 怎么来理解韩战 我们把它想成两场 因为朝鲜战争的第一年 它是从北韩从北面打到南面 6月25号1950年 打到釜山 然后联军登陆在 这个仁川登陆 然后又推进到鸭绿江边 然后中国参战 然后又推进到三八线以南 接近三七线的地方 然后联军反攻 又推到了今天的停战线附近 那所有的战事 大规模的运动战 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固定下来 在三八线附近 那为什么战争又进行了两年呢 所以大部分的学者 都研究这个战争的起源 比如说咱们在座的 这个黄庆元先生 是最早利用蒋介石日记 来写的台湾和韩战的起源的关系的 2008年就读过 您的中国时报写的文章 然后台湾还有中研院的张树雅 还有在湖佛研究所的林孝廷 还有中国大陆的沈志华 他们都是世界顶尖的专家 那他们讲的主要的是 关于战争的起源 那今天我想讲一下 为什么战争开始 这不是我的专场 但是我想 为什么战争不能够结束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实际上战争 这个停战谈判 7月10号开始 195年7月10号 到了11月27号 停战谈判就已经对这个边界线达成了协议 就是以实际的控制线 所以后来又打了两年 这条战线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移动 就前后移动了几公里而已 那为什么还要又打了两年 又牺牲了那么多的人 那我就提出实际上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战俘的问题 他们谈不下来 朝鲜战争有两个大结局 第一个结局是战线基本上 恢复到战前的状态 等于白打 牺牲了这么多人 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战俘是最大的结局 有一万四千个中国的战俘来到台湾 然后有七千多的朝鲜战俘留在了韩国 留在了南方 这是当时美国的Life 这个生活杂志的一个报道 它写的是自由 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是当初比较简单的一个报道 但实际上当时的美国政府 杜鲁门之后是艾森豪 艾森豪的国务卿杜勒斯他就说我们在朝鲜 这个韩战为了捍卫两大原则 一个就是恢复原边界 第二个呢是为了给战俘他们 志愿前范 给他们维护他们的人权 实际上这正好契合 我说了这个战争两段 第一段是关于领土 第二段是关于这个战俘 可能这是大家第一次听我 有人这样讲 但是我希望 我想完的时候能够说服大家 那朝鲜战俘是怎么结束的 如果上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 是坚持要求所有战俘 大部分战俘 绝大部分战俘 回到这个共产党一方 但是实际上金日成是不希望再打了 因为他知道统一无望 他不想再打了 但是斯大林否决了金日成 要求他继续和中国一起对抗美国 但是超英战争结束的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最大的原因 有人说是原子弹的威射上不是 我同意沈志华的理解上就是 斯大林死了 这是1953年3月份 斯大林死了 这是第一次斯大林的像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今天挂的是毛 对不对 毛给他献花圈 然后他死掉了 这是他一生做的 唯一一件正确的事情 好 两场战争 这个第二个大结局就是1954年的1月20号 在板门殿的中立区 走出一对又一对的中国战俘 他们唱着中华民国的国歌 但他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 举着青天白日旗 还有韩国旗 联合国旗 举着蒋介石的像 然后这里写的是 朋友就此路去台湾 然后后面 这个铁丝网后面画了一个巨大的 蒋总统万岁的像 这像是谁画的呢 这上面有一个国军的军人在挥舞 这就是陈军天先生 他亲口说 他说我画这个像 当时我没找到照片 后来就当时我找了照片 他就说 他说当时没有骗你 对不对 是很简单 在那个木架上 他连夜画了这幅 蒋总统万岁的像 然后他们就 这是一万四千个中国战俘被释放 然后有七千多韩国 朝鲜战俘被释放 他们留在了南方 这是中国战俘 然后坐上了卡车 把他们送到了仁川港 仁川港换上了登陆舰 然后又换上更大的军舰 然后到了 这是他们1月20号 21号被释放 但为什么在台湾 我们把它叫做 123自由日 很简单的原因 因为原定的释放时间 是1月23号 所以他们提前 被释放了两天 然后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他们正式地 获得了自由的身份 所以还是坚持用 123自由日 25号到27号 三天 他们来到了基隆港 欢迎的人群众就是这位蒋经国 蒋经国当然 他是负责整个幕后的运作的 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然后来到了总统府 张晓峰女士曾经讲过 当时她在北一旅上学 当初门口很大的声音 他们也跑出去看 所以在她的日记中 她提到 这是两年来最大的一个胜利 然后后来她上心机反省录中 说是五年来最大的胜利 然后她又给艾森豪总统的电文中 她是最近十年来最大的一个胜利 所以对台湾来说 不管怎么说了 反正是非常大的一个胜利 这就好了 然后叶公超当时的外长 他后来在联合国大会上 他就用这个例证来说 有80%的中国战俘 选择了自由 来到了自由中国 这说明铁幕后的 在中国到沦陷区的中国人民 假如他们也得到一个自由的选择 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 选择中华民国 选择自由中国 她就说这是一场 中共没有打赢的战争 在此之前 内战是国军节级败退 这是第一次扭转局势 所以这宣传上是很大的胜利 但她这个数据上 她有点夸大 她说80% 那实际上准确的是 66% 就是正好是三分之二的人来到台湾 三分之一 七千人 七千一百人回到台湾 回到大陆 然后其中包括一位 唯一的女战俘 那回到了四川 回到重庆 然后还有12位选择中立国 最后他们去到印度 然后又辗转去到了巴西和阿根廷 这里面还有没有台湾人 说得很奇怪 他们都说我们要回台湾 他当时写的学书 写的回台湾 但其中只有一位 其中当初知道也只有一位 后来发现有两位台湾人 还有一个是澎湖的 是陈永华台南人 还有一位是宜兰人 结果他选择回大陆 为什么他回大陆 后来我访问到他的妹妹 他妹妹当初 后来开放以后他又回到台湾 他说当初如果回到台湾 他还会被解放 又要被共产党抓住 我不如先回去好了 当然今天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年的时候 谁知道美国就会保卫台湾呢 对不对 当初选择来台湾的人生 要冒很大的风险 确实是你来了之后 就是如果不成功 必然会死 好 我们回到美国 在美国如果他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美国和中华民国一起获得胜利 为什么他做巨大的牺牲 为什么没有 美国人从来不谈这件事情 大家在美国肯定从来 美国人绝口不提此事 为什么 他在美国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战争 当初杜勒斯的弟弟 叫CIA的头 他在私下里 那个闭门的会议 他说这是心理战 这过去多少年来最大的胜利 但这只是闭门会议 没有公开说过 这些战俘被释放 123自由日 美国总统没有说一句话 再回到半年前 就是停战协议签订的前 那天晚上 在美国还是前一天晚上 这个艾森豪总统 他做了一个电视的讲话 他里面讲 当然首先他讲我们 这些牺牲的战士 第二点 他讲我们美国的俘虏 被关在这个共产党一方 他们受苦了 然后他下一段话他就讲 同时我们也想到 我们这些敌方的战俘 我们为了他们的自由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是他原来的原稿 但是结果呢 这段话被删掉了 为什么 像他们又讲 后来他在自传里 他说 他说没有关系 意思是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简单是有人告诉他 你不能把两个东西 并列到一起 为什么 并列到一起 就说明 这很普通的美国民族 会做出一个很简单的推断 后来战争多达了两年 多死了多少人 一万两千个美国大兵 就此牺牲了 白白的牺牲 战线没有任何变动 为什么要死这么多人 他换来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唯一一个可以 眼睛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是一万四千个中国战俘 去到了台湾 那是不是说 为了一个中国人的自由 就死掉了一个美国大兵 如果美国大兵的妈妈 这样发生这样的联想的话 那美国政府会被骂翻了 所以 实际上当时美国政府的 这个渔情报告 他们有搜集网上 不是网上 报上的 或者民众来信 他们说 是不是用 A change of Chinese life for American life 就是用美国人的命 去换中国人的命 那这里还根本不是 中国人的命 只是中国人的自由而已 对不对 那美国人有这么高尚吗 没有必要吧 为中国人去牺牲 去死 而在美国内部 实际上 他根本不重视这些中国人的 这是美国参联会的海军上将 他说 他说 如果我们当初 不为了这些分文不值的中国人 而坚持的话 这战争早就结束了 为什么要打呢 但是美国的后来的 驻苏联大使 他说 我们坚持这个原则 并不是为了中国人 不是无私的 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这个道义的地位 坚决不能够退让 所以后来成了一个宣传和 道义的地位的一个决定 好 美国人曾经还提过 或者台湾有很多人相信说 因为这个禅战就确立了 这个自由遣返 成为一个新的人权 一个新的国际准则 是这样的吗 埃森豪总统过了差不多一年 十个月他才在一个大学的演讲中 提了这句话 他说 自愿遣返作为一项新的自由 新的人权已经确立起来 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从来 再也没提过此事 第二次亚洲的战争 越战 越战结束的时候 这个越美的巴黎和平协定 其中提到战俘问题 第六条写得非常清楚 战争结束 战俘所有战俘立即交换 所以永远也不存在 所谓的志愿遣返这个原则 这是当初的一个宣传 但是后来也只是 几乎是再也不提的 我们想想美国人 上对这个志愿遣返的原则 给战俘选择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保留 特别是当初停战谈判的 这两位乔一上将 美军联合国军的首席 谈判代表 实际上他刚刚离职之后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 他书里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有很多 他当然主要是批评共产党 但顺便 但实际上他很诚实 也批评了美国自己的政策 他说我们的志愿遣返原则 把敌人的战俘的权益 放在了我们美国人的之上 这实际上是很愚蠢的 很不值得 而且战俘营里 是没有自由 没有选择 没有真正的选择 所以说是完全不值得 但因为这本书 项利亚买这本书 是非常难买到的 为什么呢 后来李奇威 当时的联军司令 后来他七八年的时候 给乔一上将的日记 在胡佛研究所出版的时候 他写了个序 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他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 一直流通受到很大的打压 被谁打压呢 美国行政部门的决策者 所以美国人不希望大家 把这两个问题拉上等号 或拉上关系 为中国人而牺牲了 美国人的生命 所以 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答案是 美国为战俘多打了一年半 算是完全是他们意料之外的 上次对美国人说 算是很丢脸的事情 美国政府是绝对不愿意承认此事的 这一切不是他们预料的 传统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蒋介石和美国人的阴谋 不是的 待会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不是 这是我自己的研究 所以我研究是韩战的战俘问题 和战争 为什么不能结束 这本书当然还没有出版 非常对不起 明年五月份 实际上不大学出版社会出版 但封面已经出来了 这是一个战 OK 好 它的书名是被截止战争 被什么截止呢 我想有三点可以 当然它是被美国人 自己的政策截止 当然政策里说 它也不是人怎么截止 但是政策里有它的惯性 所以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是被自己的 愚蠢的政策给截止 第二个 它被中国的战俘截止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事情 一些俘虏 怎么可能截止一场战争 但这是非常特别的情况 我向大家证明 第三个是被台湾和蒋介石截止 当然这是美国人 绝对不愿意承认的 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 是彻底没有任何合法性的 那已经滚到台湾 赶快完蛋算了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有这么多人想去台湾 这是美国人绝对没想到的 他是绝对不愿意承认 他错了 好 我讲一下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老师 我总是讲历史 一讲就讲得很远 比如说我们从汉朝开始讲 当然今天不行 我们讲朝鲜和台湾的关系 有什么关系 好像没太大关系 在汉朝没什么关系 那么至少可以讲到 马关条约 对不对 马关条约是台湾和朝鲜 第一次出现在 同一个条约里面 当时是中日在朝鲜打 伊藤波文和李鸿章 签订了马关条约 其中就提到了两点 都是跟这两个地方有关 第一点就是要朝鲜独立 成为独立国家 第二点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 但是辽东半岛 后来因为俄国的干涉 又退还给中国 中国花钱把它赎回来 这是第一次出现的 朝鲜它独立之后 当然中国人被赶走了 它是朝贡国 把中国赶走了 朝鲜独立了 它就变成了什么 大汉帝国 民国是后来是大汉帝国 虽然它很小 但是它有这个野心 要成为一个帝国 所以在朝鲜 今天咱们去首尔会 看见这个独立门 但是从谁那儿独立呢 从中国人那里独立 它本来叫什么门呢 叫迎恩门 对不对 就像迎天朝的恩 所以现在传统的 现在退掉 像他要西化 或者他也像日本学习 拖亚入欧的感觉 但是没有成功 虽然中国人被赶走 但是俄国人又进去 所以日本人 结果是非常不爽 所以日本人最后 十年后又发动了日俄战争 日路战争 把俄国人彻底赶走 所以十年后的日俄战争 上几乎很像这个 甲午战争当时重演 这个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的战事 路线都非常相似 结果之后 结果就是日本 朝鲜正式地变成了 日本的一个保护国 伊藤伯文成了 他的统奸 成了朝鲜的统奸 但是伊藤伯文后来死在哪里呢 死在哈尔滨 哈尔滨被刺杀 被韩国的义士 安崇根 把他给刺杀 当时的大韩独立 安崇根当然今天在日本人 把他称为恐怖分子 在日本他是一个义士 民族英雄 1910年第二年 正式地吞并了朝鲜 所以这时候台湾朝鲜 都是日本的领土 然后朝鲜的国王 虽然他被吞并了 他还是民意上 还是日本的一个 还算是一个皇族 但是他1919年 他突然报死 大家如果看过 孙艺珍最演的电影 《德惠公主》 就是讲了这一段 然后他是因为死之后 韩国人民爆发了 巨大的三一运动 这正好在中国的 五次运动前一点 因为有什么呢 其中一个导火索 也是因为巴黎和会 因为他们也想 派代表去争取独立 1919年 三一运动之后 韩国人在中国 成立了韩国的 大韩民国流亡政府 所以他们一直从上海 后来抗战时期 迁徙到了重庆 所以前年 文在寅总统 访问中国的时候 专门去重庆 去同一个地方 拍摄同一个照片 这是重庆的 大韩民国政府的遗志 他们在中国 从事了很多的活动 其中一个包括 刺杀日本人 这一位 这是 殷凤吉义士 他们刺杀日本人之前 都会拿一个手榴弹 大韩国 太极其前 拍一张照 大家看过这电影吗 这个是 全智贤演的 暗杀 讲的故事 也有一定的史实 但是这个 实际上 殷凤吉 刺杀日本人 是发生在上海的 虹口公园 他刺杀是把 日本驻韩的司令 给炸死了 然后炸上了一个 当时日本驻华的 大使 崇光奎 崇光奎这位先生的腿 被炸断了 所以1945年9月2号 在秘宿里面上 签字的时候 他是拖着一条木腿 煮着拐杖去的 他就是被 韩国人在上海 把他给炸伤的 好 9月2号 日本 9月2号 已经签字 但是美军还没有赶到朝鲜 这时候苏军已经占领了东北 已经占领了朝鲜北部 但是苏军当时同意 斯大林同意 以三八线为戒 他们就停在三八线 所以美军9月2号 才从仁川登陆 然后占领了 汉城 或者首尔 但是这栋楼 咱们今天是再也看不到了 降下了日本旗 升上了新条旗 这栋楼在哪里 如果你去首尔 今天这个地方变成什么 光复门 这栋楼是日本的总督府 被拆掉了 这就是韩国人 民主化以后 1996年 他们的转型正义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楼给拆了 OK 好 当然韩国被美军占领 被苏军占领 但是他们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还有一段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 开罗宣言说 当然日本窃取的领土 还给中国 但朝鲜要独立 但是需要的 In due course 在相当的时间 或者一定的适当的时间 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 还是由美苏占领 这是1946年的815光复节 他们还是在美军占领下 你看这是当时 他们的国会 当时这个总督府上 挂了五面旗 当然是韩国旗在中间 这是中华民国旗 苏联旗 英国 美国这四大国 当时还有这位金九先生 这当初就是在中国的流亡政府 一个首脑 同时李承晚他从美国回来 这显然李承晚慢慢地 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影响 这是金九 他从中国回来 但是后来他1949年 他被刺杀 很多人怀疑 他是李承晚派人把他杀了 这很难证明 他们当时朝鲜人在中国 有各派的运动 比如说这是义勇军 这是国民党下面的 后来还有义勇队 还有光复军 然后在八路军下面 也有朝鲜人 后来就成了所谓的延安派 然后还有在苏联军队里面的朝鲜人 比如说金日成 金日成 年轻时候非常帅的 不像他后来长得很肥 还有这个蒲正熙 当时他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军官 他是奉天的军事学院毕业的 后来成为韩国总统 这个蒲景慧的爸爸 还有李承晚 他是美国人支持的 他一直在美国 这张照片是他后来是 旧金山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他代表朝鲜去参加 所以他后来美国人是比较倾向于他 他很快就兴起在南部 在北部 苏联人是支持的金日成 咱们看金日成当时很年轻 但是非常有趣 当时他们的国企 一面是共产党的企 一面是这个 还是这个太极企 在当时还是认这个太极企 但是到了1948年的9月份 他们宣布了新宪法 通过了新国旗 就废除了太极企 在南部 也是在这里 他们是大韩民国政府树立 国民驻赫室 他们成立 然后这三位军人非常重要 麦卡瑟是盟军驻日本 东亚的总司令 这位是Hodge 是他们驻韩美军司令 当然金日成很想统一祖国 这个李承晚也想 金日成当然需要苏联人的统一 他们总是跑到苏联去 或者经常打电报 他说我们要统一 我们想解放南方行不行 但是苏联人总是否决他 但转机很快就到了 是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革命胜利了 这是天安门10月1号 中共建政那一天 所以当时毛他们笑得非常开心 但又过了几个月 我们看到朱德 朱德 这是干什么 这是庆祝斯大林的生日 斯大林是什么 福如东海 什么长流水 这很可笑 那时候毛主席在哪里 毛主席他不在北京 他跑哪去了 他跑到苏联去了 他去给斯大林当面去祝寿 当然他的 一看这个 他们怎么拍也拍不到 他让他笑的照片 这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很不爽 因为他去苏联 不是为了 当然是祝寿为借口 他去了就赖着不走 他为什么 因为他想修约 因为1945年 1945年8月14号 上次8月15号凌晨 就是日本宣布投降 前几个小时 苏联人强迫国民政府 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上是非常羞辱中国的 但是当时没有办法 被迫 因为苏军已经占领了东北 当时是把旅圣口 要租借给 上次就让租借给苏联人用 还有中长铁路 中国东北的铁路 为期三十年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羞辱 所以毛他继承下来 他也是个民族主义者 他去苏联就要签字 但苏联人 斯大林不理他 那他就非常的生气 他就躲在窝里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西方媒体就开始 CIA开始造谣说 他已经被斯大林给扣押起来了 然后这时候 杜鲁门趁这个机会 又发表这个所谓的袖手政策 假如台海战士 美国绝对不会插手 不会向国民党提供武器 也不会提供建议 但是经济的援助还是可以的 说废话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1月12号 这爱奇逊国务卿 又宣布这个所谓的防御圈 东亚防御圈 又把台湾 他没有提台湾和 没有提台湾和韩国 等于说 但是等于是一个暗示 当然这可以这么理解 他说你们去站的话 我们不会插手 所以斯大林赶快就软化下来说 好吧 我们重新签个条约 所以毛泽东得到他想要的 这也跟台湾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美国愿意抛出台湾 但是斯大林也只好就抛回了 也放弃了在旅大 旅顺港 还有中长铁路 本来是30年的期限 现在一下子缩到了三年 如果对日合约早日签订的话 可以更早 所以是毛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胜利 就是因为美国人想出卖台湾 结果也没有成功 这是沈志华教授 当然做这个朝鲜人研究最不好的 绝对是沈志华教授 他用苏联的档案 他说正好毛是2月17号才离开莫斯科 但是1月30号的时候 斯大林就发电报给金日成 他说你一直不是说要解放南方吗 这事很复杂 那现在你可以来谈 所以毛前脚刚走 这个金日成后脚就到了莫斯科 就开始讨论要占领 解放南部 好 所以说我们看到 这里 为什么斯大林改变他的主意 允许金日成去解放南方 因为他有一个算盘 这是沈志华的解释 我觉得非常有效 他说假如他打胜了 这个苏联人可以获得釜山港 对不对 假如他打败了 那这个美军或联合国军 推进到鸭绿江边 中国人肯定会求苏联人 继续留下来 他就可以继续保留旅顺港 这很合理的一个解释 对不对 好 在台湾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蒋夫人 1月8号他离开纽约 然后辗转回到了 回到台湾 蒋介石这时候看起来 好像精神不太好 实际上是很惨的 因为1月5号 杜罗门发布这个袖手政策 1月6号英国宣布承认北京 但是北京不承认 不接受 但至少他们做出一个姿态 所以他在年底的时候 他回忆 他说年初的时候 印度 英国都承认中共 美国必将继之 中共肯定会无条件地加入联合国 他说这肯定会成一定之局 好 这当时美国的驻台的总领事代办 施虚安 他说 台湾's fate is sealed 台湾's game over 然后5月22号 美国政府发出撤侨令 要再台美国人全部撤退 而且当时美国内部的预测是 7月初 6月初的时候 7月初的时候 中共会发动对台湾的进攻 但是非常碰巧的是 6月25号 韩战爆发 台湾就被救了 好 7月底的时候 麦帅来访问台湾 这是对台湾说 非常大的一个 精神上的鼓励 这时候 因为他亲吻 这个蒋夫人手的这张照片 让国务卿爱奇逊 非常的生气 9月份 仁川登陆 改变整个局势 然后10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威克岛 太平洋中间见面 总统飞了那么远 到中间去见麦帅 然后给他颁了勋章 麦帅告诉他 中国人不会进攻 不用担心 正在说这话的时候 没过几天 才过四天 中国军队就开始 大规模地进入到朝鲜 龙老师刚刚去到这个地点 对不对 实派的这个当时的水 可没有这么宽 OK 在麦喀塞说这话的时候 很快 他们又已经俘虏到了一些中国人 但是美军的情报官员都认为 他们只是些中国的散变游游 他们可是朝鲜族 根本就不是中国军队 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他们是中国的Chinese laundromans 就是华人给洗衣工 根本就不怕的 然后麦帅 11月24号发动圣诞节公式 圣诞节前面打完回家 然后他还亲自飞到亚络江上面去看 用肉眼去看 也当然看不见 冰天雪地的中国军队 都披着 但不用汽车 都是用走路的 然后10月又过了三天 他就才发现 他已经陷入了中国 25万军队的重围 他发出一个求奇的电报说 我们面对一场全新的战争 这里很多的故事 咱们只讲其中一位 我们看一下这位先生 大家有没有印象 齐振武 他是第四野战军五十军 他哪天被俘虏的 26日 就是麦帅发出求救的信号的前一天 他是谁呢 齐振武 他是齐帮元先生的堂兄 他的书里就讲到了齐振武的故事 他是怎么当兵的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这是多少页啊 OK 好 朝鲜真正当然打来打去的 这挺复杂的 我们就没有时间继续仔细地讲 总之一句话 最后达到了1951年的五月份 中国遭受了最大的一次失利 比如180师 是在这个山 在春川附近 大家喜欢去韩国南一岛 对不对 在这里 春川是180师被包围 181师和先生大概是这边 春川以东华川的附近被俘虏的 当时是一个师就有五千多人 他一个军至少有七八千人被俘虏 这是非常最大的一次事 但是完全是偶然的 在此之后 中国军队的俘虏就没有再怎么增长 你看从四月份到六月底 中国战俘绝大部分是在这段时间被俘虏的 在此之后又打了两年 基本上就只有一两千人叛逃被俘虏 所以这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是战役的失利 停战谈判开始 中方和联合国军方 但实际上连中方和中朝方的名义上的首脑 首席代表是朝鲜人南日将军南日大将 但实际上背后操纵的是中国人 是李克农和乔冠华 所以朝鲜人他们一直是非常恨中国人 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傀儡的前面表演 中国人在后面操纵他们 很快11月27号对军事分歇线达成协议 但在此之后12月18号 一个重大突破双方交换了战俘的名单 名单差异非常大 中朝方提供只有11000人战俘 但是联合国军他们控制了17万人 所以要交换的话 美国人肯定心想 这好像要全部交换划不来 他们想谈一谈条件 但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12月18号 叶公超在台北突然就发表一个讲话说 如果把战俘强迫遣送回共产暴政局长之下 既不民主 亦被负基督教义 怎么这么碰巧 同一天呢 好 1月2号 美国人正式提出这个志愿遣返的原则 他提出原则本来 他们想作为一个筹码 我们先说志愿遣返 我们指遣返部分 以后再谈根据条件 条件好了 我们再全部再多交换 但是这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志愿遣返是一个 非常道义上 听起来很高尚的一个原则 怎么可能之后又来继续谈 继续退步呢 这是一旦提出 是不可能再退的一个立场 到了1月底 2月初的时候 美国政府才意识到 这是战俘问题 是停战谈判中最大的 唯一的一个核心的 基本原则的问题 然后2月27号 杜鲁门对这个战俘问题 做出最后的裁决 他说我们坚持要志愿遣返 好 这是最后立场 不可再退 不可退让 但是同一天 这美国驻韩大使 他向华人发出一个报告 他说我们军方来了很多中国人 他们团队分布在翻译和 公民教育学校之中 战俘已经比较 他说这个中国人 当然是指台湾人 台湾的国民党的人 National Chinese 然后他说还有中国大使馆 也急需地扩张 他说中国人已经影响了 聚集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 台湾虽然是有缺些翻译 怎么会影响到板门店呢 OK 然后2月27号 杜鲁门做出最后的裁决 这是秘密的 他们内部的 但是2月25号提前两天 叶公超又发布一个宣誓 他说我们愿意接收战俘来台湾 这是很大的公开的突破 因为以前台湾没有参战 不能够直接提出 怎么来处理战俘 他第一次公开提出 我们愿意接收战俘 那为什么每一次台湾 都可以抢占美国政府 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 发布一个消息 来影响这个局势呢 而且当时还想出一句 非常感人的一个口号 叫做Save them so others may live 我们来救救他们 那么其他的人才能够幸存下来 这就跟这些人有关系 比如说黄天才先生 路易正先生 他们是台湾派去了 美国人到台湾来聘用了 75位翻译 后来还有23位的老师 还有些文学人员 比如说楚松秋 他们去到东京 然后这些翻译 当然路易正他回忆中 他说过 他说虽然我们并不是军方的人员 但是我们出于爱国的热情 我们也会主动地收集一些情报 提供给在韩的大使馆 但是他们都是在前线服务的 但并不是最核心的 但是有一位很核心的 就是他讲的这个板门店 这个板门店不是指中共 而是指台湾人 这一位先生 他叫武G武 这个帐篷当然大家看出是帐篷 但这个帐篷 你看多了这个板门店照片 这就是板门店的停战谈判的帐篷 他坐这个直升飞机 但是台湾是没有直升机的 这是板门店的直升机 跟这个直升机一样的 为什么他会到去的板门店 因为美国人在整个停战谈判 代表团只有一个人会讲中文 这是很愚蠢的 而且这位他实际上也是个华人 他是二战的时候加入了美军 后来可能成为美国公民 但是他没有上过大学 他根本就应付不了 这个停战谈判的复杂的中文 中方是什么人呢 像哈佛毕业的博士 还有都是文化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的中文他根本无法应付 所以他必须要请人 他请谁呢 他就请武纪武先生 他怎么认识呢 他这个准位 他之前是审讯战俘的 美国没有人就把他调去 做这个停战谈判的翻译 他最后停战谈判结束 还是他他举着这个停战协定 就只有这一位 这是很离谱的事情 武纪武先生呢 看这是一个审讯报告 他是武纪武 他曾经是审讯战俘的 就是把他抽调到板门店 但是他去板门店 当然他可以做些别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说我们周末的时候呢 有什么申请吉普车到汉城 去购物 同时我们带一些情报 带给了驻韩大使馆 所以台湾总是会取得现机 杜鲁门什么都不知道 但讲解是什么都知道 这是驻韩大使馆 他就指控美国人 指控麦卡瑟和蒋介石合作 阴谋 他们把蒋介石的盖世太保 派到韩国去 是不是这样 但上次他的说法是不太对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战俘问题出现 这是在麦卡瑟将军被解职之后 还有这73个台湾翻译到了前线 这也是2 3月份 4月份之间的事情 都是在之前 所以之前是没有人可能想到战俘会成为问题 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偶然 但是因为美国人没有翻译的人才 必须要依赖台湾 就出现了后面这样一个解决 所以阴谋论是不成立的 如何被解释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拒绝遣返 他们最早是被关在聚集岛 后来搬到了冀州岛 最后反共战俘又送到了板门店 到54年1月份被送回来 才被释放 这是以前聚集岛非常美的地方 今天旅游胜地 但大家记住的是监狱 这不是一个民主自己的地方 很多人会被打死 美国在战俘营进行反共的宣传 反共的教育 基督教的宣传 或者反共的战俘 很快就控制了整个的战俘营 然后有反共的资资 从这时候开始的 刚才我们都看到 这位老先生 他是来台湾的 这位是回大陆的 他赐上了英文的anti-red 最后因为他坚持要回四川去 结果就被人把他的手给割掉了 这位先生已经过世了 到了1954年2月份的时候 52年4月8号 9号 10号 11号 美国人对这战俘进行甄别 就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大陆 但是居然的结果是82%的战俘 聚集岛上了 17000多人里面 14000多人聚集前方 82%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选择 对很多人来说是想来台湾 但也有人不想来的 结果他们想回家 结果被杀死了 当天晚上就至少有六人被杀死 这是其中一个学生 他想回大陆结果被杀死 但这个故事上 很多方面都可以证实 比如说台湾国事馆出版的 这个韩战意识访谈录 也有讲到这个个案 所以这位吴先生 吴廷恰实际上他就告诉 他因为在场观察 他说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充满了暴力的 所以说我们最好是重新甄别 减少不回大陆的人 这样的早是结束战争 对不对 但是后来美国人觉得 这是实现不了的 太困难了 你控制不了这么多人 最后只好放弃 所以说五月 像杜罗门总统 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 只是他顾问 告诉他你就这样做吧 他就五月七号 他做出一个宣誓 我们不能够牺牲战俘去购买 去买一个停战协定 所以总统是第一次公开的宣言 那就到此为止 再也无处可退 这时候蒋介石呢 他在日记中 也是五月下旬 他说的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 此时乃于马歇尔 埃其生等 共匪 公狗 美奸最大之教训也 而烟雀恩之鸿鸿之志 所以这是他觉得 很大的一次胜利 好 战争就继续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很快地讲一下 美国政府是两条 一条是对战俘进行反共的教育 第二条是志愿遣返 这个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是在板门店谈判提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 结果最后他不可能退让 就变成一个不可退的政策 好 这个洗脑 对吧 这个说法当然一般是指共产党洗脑的 但实际上美国的用词是 reorientation 所谓的转化 或者reorientation 或者说叫做什么灌输 但是说它是美式的洗脑 这不是我说的 谁说的呢 这是美国军的参联会的主席 布莱德利 他说的 他说这个美国国安会文件81号 这是个秘密的文件 到71975年才解密 但他的内容已经下发给了麦卡瑟 麦卡瑟没有任何人可以看到原文 但是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对这战俘搞宣传 把这些战争 要怪罪是共产党搞的 不要怪美国人 然后麦卡瑟应该做什么呢 应该把这些北韩的战俘进行洗脑 这是参联会主席自己说的 但是后来到了中国参战以后 这个政策居然又扩展到中国上面 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 为什么 因为国安会文件81号的 最主要的一个结论是要统一北韩 麦卡瑟跨于三八线 是完全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这是华盛顿决定的 其中还有很多的要求 其中一条是对战俘进行反共宣传 结果战争多打了很久 就是因为这个根本不起眼的一个条文 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后果 而且是国安会的文件一出来之后 再也没有人去修改它 最高层最下层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反馈 所以一个错误的政策就继续执行 而且扩散到中国人上面 而且中国人 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统一中国 占领中国 所以他对朝鲜的政策根本就不应该用到中国人上面 但是他居然就这么执行下去 下面的人 下面执行的人也知道这好像是不太对 但是他们有这个命令 他们就执行 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很简单 他说要把这些战俘把它改造成 未来可利用的坚定的反共分子 干什么呢 美国又不会去跟中国直接地打仗 那干什么呢 是要送他们去台湾吗 要让他们剥下自由思想的种子 干什么呢 等他们送回中国去的时候 你说你要对这些战俘进行反共的教育 把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反共分子 然后又把他们送回中国大陆去 那不让他们去送死吗 但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他没有实现任何的政策目标 本来以为这种心理战 可以在战争上让更多的中共投诚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才讲过 到了1950年之后 只有一两千个中国战俘投诚 因为非常困难 然后心理战是彻底失败 宣传 美国人后来从来不敢用它来做宣传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彻底失败的 人道来说呢 实际上他剥夺了很多战俘想回家的权利 对不对 来到一万四千多个中国人 当然这个数量很难确定的 不同程度的有人是被胁迫来的 但确实有很多人是真的想来的 保护了一部分真的想来台湾的 想脱离中共的人的权利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 即使是保护了少数人 或者一部分人的权利 但真正的最反共 反共最坚定 最忠贞的国民党 或者是那些军事素养最高的人 却最后没有能来到台湾 最优秀的没有能够来到台湾 为什么 比如这位先生他是幸存的 他住在新店 美国人后来要搞这种军事情报 他们用这种 当然我翻译搞笑的是人肉 human intelligence 人肉的情报 他需要人渗透到北韩去侦查情报 那白人肯定是不行 一去就被抓住 所以他们就要跳伞下去 他说跳伞的训练 他们只有三个小时 就在这种架子上试一试 高台上跳一跳 然后他们第一次跳伞 就是在半夜的时候 就要飞到北韩的上空 从上面跳下去 这些人不跳的 就一脚把你踹下去 然后从哪里跳 都是从首尔南部 起飞最远的飞到碧桶 就是亚鲁江边 然后他们怎么回来 不会 要是美军跳下去的话 肯定美军有直升机去救他们 就是中国人 或者韩国人跳下去 让他们走回来 这是有800公里 怎么走回来 一路上都有很多的哨墙 所以后来他们俘虏了很多 他们抓住了很多的这样的人 后来他们就发现 中国人 共军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就说你把衣服脱了 为什么 因为反共战俘一般都有刺青 所以那这些如果你跳下去 如果遇到哨墙怎么办 就一秒钟之内你要决定 你投降或者开枪 所以最后这个项目 一共是招募了至少是三四百人 最后活着回到台湾的 只有不到100人 其中这两三百人就被俘虏 或者跳下去死掉 或者彻底地失踪 还有人因为拒绝和美国人合作 被消失掉的 有人被扔到大海里去的 还有一位是他在前线拒绝出任务 他不愿意出去 结果到了1962年的时候 他突然跳下去从中国大陆 跳到中国大陆被抓住 过了十几年 但我们不知道他中间这十年在哪里 是关在关岛 还是关在哪里 还是关在台湾 不知道 OK 当然这很多故事 你看这本书 这国事馆出的有讲到 而最近开始有一些学术的研究 会利用这些 那这个悲剧是如何可以避免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怎么避免 很简单 你把这个反共战俘和亲国战俘分开 那些反共战俘就不可能去控制 那些本来就没有太大的意识性的 就想回家的人 对不对 这就可以 但是美国人根本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后果 没有想过要把战俘送到台湾 或者成为把这反共战俘送到台湾 那可能就是其中只有三千人 这事实上内部的评估 台湾的情报 中共的情报 美国的情报 都是说大约三千人 是这种铁杆反共分子 就是叛逃的人 他们就是想来台湾 如果把这三千人 把他们分开 那他们来台湾就好了 如果中共只是丢掉了 七分之一的人 对不对 不回大陆 那中共肯定谈判的时候 也容易接受 但是结果是 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被控制 那他就完全丢不下这个面子 中共一定要坚持 要打下去 或者说你可以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即使后来 我们想一想 用一个博弈论 对不对 假如说 比如说有两万人 我们说 美国人说 首先报名的 我就这样告诉这个反共的领袖 你们挑选出三千个人去台湾 别的人不要他们 那肯定他们会主动地 很快就把这个名单给剔除掉 就留下些真正他们想带去的人 不也可以解决吗 但是美国人做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 没有想过 要把战俘送到台湾去 所以他在朝鲜 这个多打了一年 多死了 一万多美国人 但是更多的朝鲜人 中国人 韩国人牺牲 他的根源 和他在对华政策的失败 相当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他们对中国人的侵蚀 他觉得 中国人嘛 谈判 谈不好 没关系 继续打 去炸他们就好了嘛 而说他们的停战谈判 没有一个懂中国研究的人 而只有一个翻译 都是很蹩脚的翻译 然后他们对中共是完全无知 他不了解 中共对这种意识形态上 不忠诚的人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们会受到很大的迫害 所以你根本就不应该 对这些战俘 进行这所谓的反共宣传 你要想回去 把他送回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 像是非常无聊的 但是这个后果 就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美国人是绝对不会承认 他犯过这个错误 当然因为做这个研究 我才想起来 为什么讲美国的中国白皮书 1949年8月份 最后宣布要放弃中国 放弃国民党 其中有一句话 以前我读了 觉得好突如 好奇怪 现在我明白 他说 我们的对华政策 不能基于这个 wishful thinking 一厢情愿 但是我们要相信 中国未来的民主个人主义 总有一天会推翻苏俄的质故 但是中国哪有什么 民主个人主义 就是美国人一直想培植 所谓的第三势力这种政策 所以他们内战时候政策 上次他们是反国民党的 上次韩战爆发的出息 他们是同时又反共 又反国民党的 但是他们既希望 一个不存在的 所谓的第三势力 出来替代 这是纯粹的 美国的一种 一厢情愿的精神 比如大陆的杨奎松教授 大陆三个最接触的教授 一个杨奎松 沈志华 还有已过的高华 他说过这句话 觉得非常对 高华也说过相似的话 他说像美国的一些外交官 他们对中共的认知 上是非常地肤浅的 而罗斯福同样的 他们对中共知之甚少 是纯粹的一厢情愿 这就是 我得出的一个结论 可能跟我们开始想的 有一些不一样 再做一个例证 刚才我们看纪录片 讲到侃南 乔治侃南 美国所谓最伟大 最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家 战略家 但他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中国 is never going to be powerful 中国永远不会强 根本无所谓的 这对中国的轻视 它对中共也是一无所知 或者说 我们讲最近 美国非常火的一本书 对不对 这是曾经助理的国防部长 哈佛的肯尼迪学院的院长 他写这本书 是否中美必有一战 他在书里讲了很多的案例 他根本没有涉及到 中共的意识形态的部分 他纯粹是从 传统的历史上这些案例 今天的中美之间的做一个比较 像是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 好 我现在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欢迎美珍上来 做点评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进行下半场的时间 等一下会有开放现场提问 还有如果你是在网路上面 看直播的人 你也可以现在提出你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进行这个问题讨论之前 我们想邀请今天非常珍贵的来宾 就是真正的反共意识现在的何老先生 特别从屏东来的 我们请他讲几句话好不好 好 各位 各位 三分钟 这个 我把我先介绍一下 我名叫何汉陈 我是真正的反共意识 但是我现在给各位报告的 三分钟吗 才很短 我是一个很中华民族主义者 说那个Facebook 他给我开一个专业 这个 要我设了一个书奖 书奖名字 我是怎么 怎么起个名字呢 我说 事业宇宙 心系中华 因为在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还失踪人物说 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没有结束 这在前几年 五 六年前的Email那个时代 我就用Email我写文章 我说 中华民族的灾难没有 现在越来越厉害 对不对 最近的几年越来越厉害 越是中美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我们不管台湾也好 我们要想到中华民族的苦难 我们不能够让它发生 我们大家都要努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话的一个终点 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要爱我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才是我们的根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我还好 这个在几年来 这三年来 因为以前我写诗 再写诗词 好诗 妙词 我写 以后我改成写文章 到现在我的粉丝 大概有八十多万人 是华人世界 我的粉丝八十万人 所以我非常高兴 我现在就说 我说我八十多岁了 我还有这么一个机会 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的文章 我的文章可以 不敢说暴露万象 我几乎 科学也谈 医学我也谈 哲学也谈 文学也谈 不一定很好 我很外行 但是我感叹 但是也没有人说我 我是外行 这就是我最高兴 最快乐的 这个 目前来讲 这个是 我觉得我是八十多岁 还能得到这么多的肯定 这是我感觉最快乐 也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 可以先准备一下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想好奇先问一个问题 就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关于韩战的 尤其战俘的研究 只有你一个人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少 其实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或是是在美国 甚至是在韩国 相关的研究都不多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那老师可不可以讲一下说 为什么这一段历史在 这不同国家的立场是什么 那如果有人去研究 他后来的诠释 有什么不一样 主持人 像战俘的研究 以前关注的人非常少 但最近有一些比如台湾 我们有这个沈信仪 她以前是一个硕士生 她博士论文是国事馆出的 还有一位反共意识的儿子 马国正 她写过一部硕士研究 算是非常棒的 算可以说出 但是后来没有 但在那个国事馆出的 那个反共意识访谈录 有马国正的参与 最重要的部分是马国正做的 然后在美国几乎是没有 因为可能需要 愿意做访问的话 需要懂很多的方言 就是比较困难 在中国大陆是不能了 没有人说不能 但很困难 而且你写了是不能发表的 所以说几乎是没有人做的 但最近有一个 澳洲的两个学者 新西兰两个学者 他们做 一个他做的是 他是李永公开的 发表这些资料 写了几篇 算是非常小的 但最关键的一点 我想还是 像这是 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政治化的 比如在韩国 非常有趣的 我在韩国 有些合作的教授 但是韩国 像它政治的分裂 可能比台湾还要明显 因为韩国的学术界的人 主要都是自由派的 进步主义的 但是这些反共意识 都是非常反共的 就非常保守的 所以我问一个韩国的同事 我说你们怎么不去做一些访问 他说访问他们 他们都是这些老顽固 没法访问他们 他们讲的 我们都不能相信 但是因为我和他们合作 去阿根廷和巴西访问 这些去中立国的战俘 他们就有心情到 这是中立国吗 他们是中立的 但实际上他们访问之后 知道 他们并不是他们中立 很多偶然的原因 他们选择去中立国 所以他有一个学生 他们也开始在访问 韩国的战俘 但韩国也是非常老了 对不对 其中包括一个 韩国非常著名的教授 他的老师 就是当初的一个战俘 但他一辈子从来不讲 大家知道他曾经是战俘 但是他也不写东西 他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那么经常讲 比如说 我们讲到朝鲜 或者讲到韩国 我们会想一个问题 经常有人说 中国人的悲哀 或者台湾人的悲哀 但是你要想想 朝鲜人的悲哀 韩国人的悲哀 那比所有国家 它加起来还要多 而他们国家今天还面临很大的 更大的威胁 对不对 那现场有没有朋友想要提问 针对刚刚的 好 请黄社长 好 谢谢 我黄青龙 刚刚听长城讲到 十年前我看蒋介石日记写了几篇文章 好像对你后来研究朝鲜的战争 还有点点影响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一个东西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当时在写文章的时候 有一个谜题我解答不了 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 我看蒋介石日记 特别留意他对韩战的一些记录 后来我写了一个系列文章 叫做《渴望战争的人》 就是刚刚二战刚结束 但是蒋介石日记 非常希望韩战要打起来 他整个在等着那个战略的机会 然后日记上还有提到说 他派了人去跟麦克拉斯交涉 希望是只要美军提供武力 就是军队我们来 国民党军队来出 这有点类似史达林对金日成的这样一个做法 为什么没有能够促成 请教一下 就是韩战爆发的第二天 第二天讲究宣布 我们愿意提供三万三千人 一个军的军力去朝鲜 去韩国驻镇 因为联合国 当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成员 但是真正在26号 在布莱尔 House 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杜鲁门上他有一点有点兴趣 但结果马上爱奇逊说千万不能 像美国军方也反对 为什么呢 当然林孝廷也做过研究 她上她的分析是 讲座出这个姿态 确实她心里也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因为她知道美国人可能不会同意 为什么 因为国军要去的话 没有自己的军舰 对不对 还是要美国分散她的运输力 来送他们去 送之后还要给他们装备 对不对 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还不是这个 而是因为是联合国的行动 所以美国需要考虑她的盟国 特别是英国已经宣布 放弃 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国国 她绝对不希望 特别是丘吉尔或Atlee 他们都一样 他们都坚决不希望蒋介石来掺和 他们都希望赶快 共产党把蒋介石给干掉 那就这个问题又彻底消失掉 所以英国人的想法是 如果把台湾出卖了 他们就可以留住香港 所以英国人算是很自私的一个想法 所以从盟国来说 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这讲可能他也知道 但他做出了一个姿态 至少是表示一个决心 像李承晚也表示我们的solidarity 好 那个龙老师 有问题要提出 那个长教授 我觉得你今天讲 真的非常非常棒 因为这么复杂的问题 然后你要给他一个清晰的脉络 我自己受惠很多 我是想说 长教授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万四千个人 当时来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政府 非常的开心 就是复活了 那同时也曾经承诺 他们说你们来到台湾之后 你要求学的 要做什么都可以 但后来显然是 这些都不是真的 那么那七千个回到大陆的 后来的人生遭遇更惨 所以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万四千个人 来了之后的遭遇 以及那七千个人的遭遇 对 这本来应该是我继续研究的 但是没有很细统 因为很难看到数据统计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万四千多少人 多少人是真正的坚定的反共分子 当然我们刚才说过 各方的内部的调查的数字是三千 当然有不同程度的 然后说关于他们来台湾 政府对他们的承诺 这也只是停战谈判结束之后 政府派出方志还有古正刚 去纪州岛去宣伟的时候 他们说出这种话来 但也不是白纸黑字 当然他们都有种期待到台湾来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 当然他们都是被 还是被控制被监视的 因为他们到处四散的话 是没办法控制他们 所以来台湾有很多的痛苦 但其中一条是 他们不能够自由地求学 或者 但是 跟大陆的相比 那就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来台湾当然也是 必须要当兵 跟他们想象的很不一样 就有点因此而自杀的 但回到大陆的是 所有人都不能当兵 但也被关起来 关了整整一年 还调查他们 都很相似 但是大陆的程度 绝对是 从制和量上 绝对是要高一个等级的 而且他们回去之后 所有人都被 都必须离开军队 有的是被开除 有的是让你退役 给你一点钱 但最惨的那些人 回到大陆是因为 是那种前国民党 他们在战俘营里 坚决选择要回大陆 但是他们在战俘营里 曾经为美军服务 或做过一些战俘营的 一些职位的人 他们是最不被信任 他们都当作美国特务 特别是做过一定职位的 后来又选择回大陆的 后来有的人就直接 被拉去监狱里关起来 但大部分人是被送回原籍 又没有工作 也要找个人工作 是非常困难 大部分人回到乡下 当然大部分人是回到农村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后来的结局 像这个故事 当然在后来的 各次的政治斗争中 他们总是受到 最大的迫害 最多的 当然也不是说 因为只有他们受破坏 很多人都受破坏 但他们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当然说 要怎么对比 这就好像王鼎君 他在书里讲过 因为台湾的白色恐怖 也很恐怖 但是等到 开放之后 他回到大陆去 知道大陆发生的事情 他一切都释然 也就是相对 我有一件一件 刚才长教授说 反共语是真正的反共的比例 他有怀疑 有种疑问 可能有些人是被胁迫的 这个我是现成的反共语师 我可以把你举个例子来说 我在那边 在那边我十几岁 但是到了有一段时间 就是到了基督导以后 原来八十六年代 七十年代 到基督导变成三个年代 第一年代 第二年代 我是第三年代 从三个年代把那年轻人 二十岁 二十岁低于二十岁的人 把它编成一个少年队 编成两个队 两个队队长 我最近写文章 周姓何 一个是四川人叫何济民 何济民 那个人现在找不到了 来台湾以后他身体不太好 我现在活着真是莫名其妙 第二个就是我 第二个就是我 就是两个队长 少年队 少年队 一个两个姓何的 何济民队长 一个是何汉城队长 那我的队 我在造了尊历区 曾经发生个别人找我麻烦 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系统 我是从两个队以后 原来第七大队成立的 从第一大队 把它忽然调到第五大队 我就 那个系统不一样 他们就排挤我 排挤我 因为我这个人很负责任 我前不怕 前不怕 就是这么个个性 所以他们故意害我 说有一天大队长找我 大队长有个姓魏的魏正清大队长找我 他说 有人说你对上有个杨士奇班长 他班长叫山东人 历城人 唱共产党的歌曲怎么办 问我怎么办 我对着杨士奇我非常了解 我们都是一亿来交 我们没有任何的事 现在我任何政党都不参加 到现在我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我不是国民党任何政党 我一个个性就是这样子 我当时回答大队长 我大队长 我说我对杨士奇了解得说 如果他有问题 我用我的命来保证他怎么样 我这话一讲大队长不敢讲话了 不讲 好了那你负责 好 原来那个劝说 在那个百分之间劝说 原来是全部的 每一个人都要劝说 结果那个孙公代表 老是吃没头被别人打 罐头石头就去丢 他很伤劳 他就不愿意干了 他就不愿意每一个人都问了 反共的人太多了 他怎么用 到最后期就一个中队派一个班 一个大队有四个中队派四个班去 问问代表性子去 把这个九十千脱掉 我们劝劝去是三个月 把这个时间脱掉九十千就好了 那我就自动地找大队长 我跟他说 大队长我要派杨士奇这个班 他说我不下嘛 去参加这个劝说 有人说你为什么这样子 我就用我的命来走 那时候我对这个生死 现在也是一样 生死我无所谓的 事你做得好 做得对 我做最事最重要 把事你做得对最重要 命无所谓 结果大队长同意我了 别人说你这是开玩笑 如果是里边的一个班去了 结果杨士奇或者回大陆了 或者里边那个班有人回去了 这个责任我也负 我说无所谓 无所谓 结果这个事情就大队长同意了 就到时间了 我派杨士奇这个班代表去 到下午 到上午去到下午回来 回来以后 杨士奇和我两个人是内眼相识 他也哭我也哭 他那个班人就是 那个洋洋那种高兴的样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回去 那你说你证明一个什么事 那时候你完全不了解 你年龄也有关系 好 那个 他们就是一种 那个反共的那个 那种情绪非常高兴 不是你说多少 三千人 一万四千人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最少一万二千人 OK 好 大家给何老先生鼓励一下 谢谢 其实就是在 你有去看一些书的话 在战俘营里面 的故事非常复杂 因为它几乎是一个 国共内战的一个缩影 就两个阵营 一些就是挺共的 一些就是反共的 甚至当中都有非常多的斗争 那其实我觉得 得到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自由日 那个自由 有时也不见得那么自由 或是志愿军 其实也不那么志愿 就是大家会后 可以再跟何老先生 多交流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 那个故事 好 那有没有现场的朋友 想要提问的 好 那个 最后面那位先生好不好 他先举手 张教授您好 毕姓詹 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 因为我出身的关系 所以我比较 对您提到 有关于那一个翻译官 和这个 和这个 当初的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的关系 这一段 因为我的爸爸也是 那个时候的翻译官 那刚才您讲的 好像跟我听到的 似乎也有一点一样 也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您多解释一下 您父亲叫什么 张宝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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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 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限的 对 这是我通过 档案和回忆录中 把它整理出来的 但是也不可能是 并不全面 所以希望下来之后 我向您请教 张宝鹏 我们可以谈谈 好 谢谢 好 谢谢 刚刚那位 有个戴帽子的先生 喂 你好 我姓郭 其实我是一个1988年才出生的男子 对 然后那个 不好意思 因为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 其实我跟主持人一样 就是我们对于韩战的认识 大部分就是韩战爆发 然后美国怕中共势力蔓延 所以美国就派了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可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看起来 大部分我们的理解都是说 韩战拯救了台湾 但其实好像 听完老师的理解是 韩战的战俘解救了台湾 是这样的理解吗 那第二个是说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也去过 韩国在龙山的那个战争博物馆 其实有一些就是针对韩战 包含什么 往生者的紀念碑 然后一些档案的介绍 其实蛮正经的 那我想问说 老师怎么看就是现在 其实美国好像还是对着韩国紧抓不放 那想要作为当中跟中国跟亚洲局势的一个 折冲的地方 那是因为受到韩战了你想要吗 因为老师刚才也说 美国其实在韩战的过程 深受巨大惨痛的代价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的紧抓不放 您第二个问题是国际局势的 美国为什么紧抓不放 那美国在朝鲜半岛付出这么的牺牲 而且韩国也要求美国留在那里 所以那他放弃 当然中国或者其他 或者俄国当然希望美国早日离开韩国 但韩国他希望美国留在韩国 简单这样讲 但是会有很多的变化 但可能我知道的你也知道 你看报纸都可以知道 第一个问题关于说 当然传统的说法是韩战救台湾 我觉得这没有错 但我并没有说是韩战战俘救台湾 我只是说韩战战俘对台湾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 这种合法性上的一个 当时有很大的帮助 或者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宣传上的胜利 但是台湾命运的改变 但基本上是因为金日成突然发动了朝鲜战争 所以美国宣布协防台湾决定 当然美国宣布协防台湾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点 跟台湾和韩国什么关系 对不对 因为朝鲜人打的是韩国 那为什么美国人的第一反应 是要保卫台湾海峡 这是让中共非常恼火的 对不对 但这就是美国人已经在中国内战中 因为他放弃国民党 已经失去了中国大陆 他面对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决定不能够再退了 在1月份的时候 他愿意把台湾也放弃 但现在6月25号 金日成发动对南部的攻击 所以美国人并不知道只有韩国 他以为可能是全世界的共产国家 当时美国非常担心是在伊朗 还有在韩国 他以为是个全面性的一种进攻 苏联发动了 所以他提出 还有包括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但他这个政策改变是 超级战争一爆发就已经改变了 我并没有说战俘救了台湾 我只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作用而已 关于紧抓不放 提供刚会前的一个小聊天给大家听 比如说假设川普现在纠结 他要放不放 或是我可不可以用尽量最少的资源 可是因为美国这段历史 他被不去提 因为就显得说他很愚笨 或是他很不懂 韩战这段他都不想提他自己过去的错误决策 可是搞不好他听到今天这一场 或听到长城老师这一场他会很开心 我说川普 嗨 川普拿去用 因为长城老师就很明白的讲 美国这个当中的不必要的损失 跟错误决策造成代价 所以这件东西如果川普不听到的 说明他拿去用 他去捍卫他现在的某一些立场之类的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 那个后面 左后方最后面有个戴眼镜的 长老师你好 我是Fred 我本身是个历史老师 那就是说我正在书写 有关于西太平洋沿南的 这个现代史的发展过程 算是我的一个小整理这样子 那其实就像刚刚郭先生提到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在台湾的认知里面 其实韩战是西太平洋沿南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可是刚刚常老师您有提到说 其实就整个国际情势发展下来来看 搞不好史达林的死亡 史达林驾崩可能比韩战的影响力还要大 那其实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史达林死了之后赫鲁雪夫结尾 然后1956年 那个华沙公约组织成立这样子 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时序来讲的话 那我这样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就是说其实昌老师您是认为说 后面赫鲁雪夫的抬头和华沙公约组织的建立 会比韩战的重要性还要来得强大 是这样吗 对不起我没有研究 对 这华沙公约组织和韩战相对于什么的重要性 就是说西太平洋 因为就是说就我的认知来讲的话 其实后来杜鲁门他的一个政策的转向 是为什么会有那个联中抗俄 是因为那个毛泽东跟赫鲁雪夫的识破脸 你说的是尼克森总统 尼克森不好意思 那过了太久了 对 有一点这个朝鲁我只想说如果要讲到尼克森的话 我可以讲一点 就是战俘的问题在大陆曾经在寒战期间是天天都讲的 因为要求把战俘要回来 但后来失败以后 他从报纸上就彻底永远的消失掉了 再也不提 唯一有一次也是秘密的 是尼克森访问北京1972年 他和周恩来的第三次会谈的时候 他们其中尼克森就讲到我们在越南的战俘 你们帮帮忙让他们回来 比如说McCain这些人 对不对 刚讲到美国战俘的时候 周恩来突然就有点失控了 他说要讲到战俘 我倒想讲讲我们的战俘 在朝鲜战争期间 我们有那么多的战俘被国民党特务 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了 我们本来可以为了这战俘而继续打 但是为了和朝鲜人的友谊 我们就不提了 他说这话要是公开出来的话 他说后来我们就忍了 当然没有 如果朝鲜人看到这句话 就知道中国人明显的撒谎 朝鲜人就是因为中国人 为了把绝大部分的战俘 中国战俘要回来 而多打了很久 而朝鲜人是承受最大的牺牲 对不对 因为他天天美军轰炸 炸死他们的平民 因为朝鲜统一已经无望 1952年1月份他们就想不打了 但是毛泽东说还得打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回来的人的比例太小 如果这个中朝不回来的人的比例差不多的话 那面子上也过得去 他说是美国人故意要离间我们 你看要不回中国大度的比例这么高 达到了70% 但是要回到 不愿意回朝鲜的人 反过来只有30% 就是故意羞辱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们还得打 但是斯大林就支持毛泽东 所以继续打 所以北朝鲜人上 他们是非常恨中国人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到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的时候 日内瓦会议他们知道 是讨论印度之那的 对不对 但实际上当时另外一个议题是朝鲜问题 中国一上来就说战俘问题 我们还要继续追究 不管他们到了哪里 把他们要回来 但是朝鲜的代表 朝鲜的外相是谁呢 是南日大将 就是板门殿的首席代表这个傀儡 但他一句话都没接 根本就不提 因为他知道被中国人害苦了 不想再提这事儿 所以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像我再一次借用沈志华先生的话 沈志华教授的话 他说中国大陆总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但是他说只有鲜血没有友谊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收在最后两个问题 有一位白头发的先生 张老师能不能回答一下 中国当年派的志愿军 那个所谓志愿军 到底志愿的成分有多大 还有第二点就是 志愿军毛泽东的孩子也在里面上升 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意志 派自己的小孩去 张老师有没有了解 OK 首先毛他派自己的儿子去 当然他前前后后去了三百万人 他的儿子去 他的儿子的牺牲或者死 也是完全是一个意外 因为他是在总部 当然算是很危险的 因为当初他们去的时候 可能没有意识到 因为他 当然有些故事说 因为炒鸡蛋一冒烟 就被美军给炸了 但实际上很大的可能是因为美军 他们这个电子侦测的能力很强 因为他那个大鱼洞是志愿军的总部 有很多电子信号 美军可以就针对那里来攻击他 而且他碰巧他不在洞里 他自己在外面被炸死 这是完全是个意外 当然毛他可能 他儿子死的是挺伤心的 但是他可能对死人总来说 他没有太大的感觉吧 然后志愿的程度多少 对不对 至少是第一年 当然我研究人大部分 是第一年去朝鲜参战 大部分人他们是到了鸭洛江边 才知道自己要过鸭洛江的 所以说那有多少是志愿的成分 比如说齐邦元的堂兄 他是怎么参军 他参加的是一年之前就参加 是参加解放军 他怎么参加的 你看齐邦元的数理讲得很清楚 但张正荣的数理也讲 怎么让动员这些农民参军 没有人愿意 谁会愿意去送死多危险呢 美国人当然听起来还是挺害怕的 但是他们在宣传说 美国人的飞机这么多怕什么 它就像苍蝇一样像鸟一样 你路上只会鸟拉死到你头上吗 炸弹也不会炸到你啊 这骗人也骗不了的 但是这些农民怎么参军呢 他有个方法就是给他们烧 让他们开会 坐在那北方的热炕上面 给他们下面烧很大的火 然后给这些开会的时候 给大家喝那个糖水 就跟今天喝星巴克的感觉一样 喝不停地喝 然后屁股很烫的时候 你要一挪屁股 就把你来 欢迎欢迎欢迎参军了 这些就拉去参军 所以像齐邦元他的 他的堂兄就是到了前线 他第一天晚上 他也不是打枪 他也不是战士 他也是扛武器的 他把那东西一丢 就跑到联军这边 就投降了 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也有人是 志愿参军是可能的 对不对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 第一年可能主要 是基于这个保密的原因 是他们到了前线 到了鸭路江边 才知道自己要过江 那开始的时候 是不会告诉他们 但会告诉他们说 要保卫边疆 这是有可能 所以说 这个很复杂的进行 但是真正有人 愿意去朝鲜 跟美国人对抗 我想是不会太多的 好 因为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尽量剪短 那就请那位白衬衫的现身 张老师你好 我这边只有一个问题 想证实一下 因为当初这个志愿军 几乎都是东北的解放军 居多 那东北又是林彪的部队 那我们是传闻 是说林彪不想打这场战役 这毛泽东才指派 这彭德怀去打 不知道这不是属实 这个不是我研究的专场 但是基本上 别的学者已经研究得很清楚 你说的差不多是对的 对 那我顺便讲到这里 我想有一个 当然在座没有提到 但应该很常见的一种误传 就说朝鲜战争是毛泽东 把这些前国军送去当炮灰 把他们给消耗掉 对不对 这是很常见的流行说法 这个说法对也不对 但总的说是不对的 因为毛去 你了解中共的话 它是不会把国军的部队整建制 都送到前线去的 那去后肯定会就叛逃了 毛对军队的改造是非常彻底的 他把国军里的高级军官全部都清洗掉了 剩下的军官中低级的 他也是进了多轮的清洗 所以送到前线 他是觉得比较可靠的 但他没有想到 即使是所谓比较可靠的人 也有这么多人会选择要逃离中共 所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还有说他们去炮灰去消耗国民党 但不是这样的 因为共军里面他的果干 班长 排长 特别是排长 连长 都是共产党员 都是身经百战的人 所以他们 这些人当然也要去前线 也要去牺牲的 所以他去送人去打仗 就是为了打赢 而不是去消耗 当然死人对毛来说他是无所谓的 但是他的目标不是消耗他们 他最精锐的部队 也是第一批进去的 也就被消耗掉了 所以这个说法是不精确的 或者说是不对的 好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好 那一位 那一位 长头发的女生 今天女性观众提问比较少 请这位女性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想问 您的《被截止的战争》这本书 其实是提到战俘营里面的意识形态问题 那就像 其实亚洲战争热点 就是韩国跟台湾 那在 现在也是中国跟美国在对抗的时候 那我想问 韩国的地位跟现在的台湾地位 从历史过去到现在 有没有改变 因为 从以前到现在 最常听到就是 美国要放弃台湾 所以我想问 是不是在 目前现代这时候 台湾对美国来讲 还是首先 会比韩国最先放弃的 谢谢 这个得问川普 对不对 对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对不起 那 我看还有没有时间 我看一下 现在 我们问川普的话 可能 那就有很大的随机性 对不对 所以 绝对不能够替他回答 再一个问题好了 最后那一位 那个年轻人 常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陆生 然后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可能不是关于 中国的战俘 是关于韩国的战俘 那 在沈阳 我从小发现有很多韩餐馆 然后问父母为什么 然后父母说 是因为 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有很多的 韩国人 作为战俘留在了中国 然后 之后 也有大概的听说 就是有很多的 在朝鲜战争之后 有很多的韩国人 作为战俘留在了中国 或者留在了沈阳 或者是留在了辽宁的一个地方 叫 昌土 那我想请问一下 常老师 这是不是真的有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 韩国人留在了 很多韩国战俘留在了中国 然后 我也想请问您 为什么他们 会选择留在中国 OK 您说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韩国的战俘 它是被朝鲜人管的 对不对 那如果联军的其他国家 美军战俘 或者英国人战俘 它是中国人管的 但他们都是囚禁在碧桶 就是 亚洛江的南面 和中国一水之隔 它是不可能来中国的 当然金士诚他留下了非常多的朝鲜 这个南方的战俘 就让他们做苦力 要什么 所以他对战俘没有兴趣 因为他已经有足够的战俘 在他们那里 你说那个昌土 那个也不是韩国战俘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 那7100人 他们回国之后 他们被送到这个辽宁省的昌土 那里他们待了 待了差不多 七月到第二年七月 差不多八九月到第二年七月 待了一年 那做这种审查 那是这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人是伤病的战俘 他们被送到了这个浮渝县 那是吉林省的浮渝县 这两个地方 但是中国战俘不是朝鲜 跟朝鲜人没任何关系 但他们是中国人 从朝鲜回来的 好 谢谢长城老师 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希望今天大家都有收获 对于战争离我们有多远 有新的理解 那最后请大家鼓掌 然后谢谢今天长城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